当地时间27号美国陆军发言人托马西表示 临时部署到欧洲的4000多名美国陆军士兵将延长在欧洲的驻扎期限 可能会延长数周 托马西表示美国第一步兵师第一装甲旅战队 在欧洲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巡回演练 原定于3月份返回美国 但是该部队现在将留在欧洲 并且继续执行包括在波兰 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训练和威慑任务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额外的美军支援部队驻扎期限将会被延长